第469集 栽赃了秦凤卿一次,自己也被揍了 方平没兴趣再去浪费财富值干这事了 接下来的几天,方平开始尝试着六品镜的修炼 封闭三胶之门 三胶之门,六品初段要封闭的是气血之门 武者的气血之力越强,越是难以封闭 修炼室内,方平头顶三座门户 盯着左侧第一座门户看了很久 这座仿佛来自远古的门户 说封闭门户,不如说关闭更合适 门户其实是有门的 只是现在大门洞开 方平需要一点点将大门拉上,关起来 而这个需要他耗费大量的力量来搬移 搬动门户的时候 方平感觉速度慢到了极致 那无形的门户仿佛重达一万斤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方平这才挪动了一点点的距离 距离关上门户还早着呢 难怪封闭三胶之门 大家都耗费了很长时间 六品武者几乎没有什么加速修炼的手段 当然,气血充足还是可以多搬运几次 像方平,他气血耗空可以继续补充,继续搬运 别的六品武者一天搬运两三个小时 他可以持续不断,这就是优势 可方平看来还是太慢了 按照目前这速度来看 三胶之门全部封闭 起码要一两年 一两年?太慢了 如果外人知道方平的心思 大概要崩溃 三胶之门谁不是花了无数时间和精力去封闭的 方平要一两年,很慢吗? 别人觉得快,方平是真的觉得慢 接下来的时间 他又尝试着用精神力和天地之力搬运 结果发现,天地之力对封闭三胶之门的帮助还是不小的 力量越强大,越容易搬运 就是消耗也大 天地之力消耗的财富值太多了 不过千亿财富值在手 方平勉强也觉得能接受 速度快一点算一点 而且,方平还尝试着用精神力去探索三胶之门 结果发现,里面空空荡荡的 就是一片虚无 再怎么探索也是如此 方平对三胶之门其实还是有些好奇的 这门户到底来自何方? 天地之桥他是懂的 那是他四品镜自己搭建起来的 可三胶之门的确是凭空出现的 好像从另外一个空间拉扯到了现实中 八号别墅 方平展露三胶之门 一脸好奇道 老师啊,可以把人送进三胶之门中吗? 吕凤柔摇头道 三胶之门介于虚实之间 虽然具现出来了 实际上却是不在这个时空维度的 很复杂的一个理念 比神兵的存在更复杂 神兵虽然也介于虚实之间 可实际上 神兵也可以当成普通兵器来用 而且用的还是实际上存在的材料锻造 只是被我们的精神力虚化了 神兵可以进入三胶之门 精神力和气血之力也可以 可其他物体是不行的 方平想了想又倒 舞者随着实力越来越强 三胶之门也越来越清晰 老师,到了真正的绝颠之境 三胶之门可否聚见话 出现在真实世界 应该不可能吧 吕凤柔不太确定 想了想到 嗯,如果出现了 那现在有绝颠境强者存在 不会一点信息都没流露出来 具现的话 这三善门户又通往何方 每位舞者甚至普通人 都有可能存在三胶之门 那这么多门户 是通往一地 还是通往不同的方向 另外 三胶之门还是和人体本身有关的 你看到的虚无地带 也许就是你本身体内存在的某一地带 吕凤柔说了一阵 最后道 不用考虑太多 舞蹈修炼虽然要明白自己修的是什么 可人体的确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宝藏 也隐藏着很多秘密 有些时候 不明白的是 只能暂时放下 对三胶之门的研究 从未断过 包括对脑盒的研究也是如此 可研究了这么多年 也没有实质上的进展 如今 虽然还有机构在研究 可对这个 也不是太重视 因为投资无数 回报却是遥遥无期 三胶之门和脑盒 那都是六品以上舞者才具备的 这些舞者 事情极多 哪有那么多时间耽误 被人去研究 方平点点头 还是有些念念不忘道 这要是能让人进入三胶之门 找个强者 帮我推下门户 直接封闭 那就爽了 他自己是很难搬运 可要是有强者能进入 那岂不是一下子就封闭了 想到这儿 方平忽然眼神一亮灯 老师啊 之前王金阳用自己的天地之桥 砸别人的三胶之门 这意味着天地之桥 其实是可以进入三胶之门的 要不您用您的天地之桥 塞进我的三胶之门中 帮我推一下试试 吕凤柔美好气道 别总是突发奇想 你想让自己的三胶之门爆裂吗 你我的气血不同 能量属性也不同 这种情况下 我的天地之桥 和你的一旦接触 只会产生大爆炸 方平这一下子眼神真的亮了 马上道 您的意思是 只要你我属性相同 不 我是说 你我的气血之力根源是一样的 您的天地之桥 就可以进入我的三胶之门 方平忽然晃动着脑袋 喃喃道 对啊 我得先用自己的天地之桥试试 用我的天地之桥 塞进门户内看看 能不能帮助我推动门户 如果可行的话 方平忽然心脏剧烈跳动起来 如果可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自己可以让人帮助自己 迅速关闭门户 不 比自己品级高的不行 最多也就六品舞者才可以 可就算如此 多人的力量也比自己一人强的多 而且 自己也可以帮助他人改变气息 你帮我 我帮你 也许都可以迅速度过六品的这道关卡 可以吗 要是可以 以后六品舞者的路 会走得很快 真要可行 那这次系统升级的功能 就是真的神级功能了 不过 这事有待商榷 一般人可不能告诉我 老王和铁头这俩家伙 能告诉吗 方平心中有些不太确定 这事传出去了 可是真正的大事 可以彼此帮助对方合力关闭三交之门 这几乎颠覆了五道的修炼路 比李老头的万道合一还要颠覆 吕凤柔见方平难难自语 不由皱眉道 不要胡来 方平 自己的天地之桥 进入三交之门的确可行 但是力量 源于一体 你自身产生的气血之力 本就是天地之桥在供应 所以在天地之桥 进入还是不进入 都是一样的 而且 虽然都是一体的 可也要小心彼此碰撞 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势 明白明白 方平点头 这事的确有待商榷 可心里有了这念头 方平是真的有些蠢蠢欲动 集合多人之力 关闭门户 时间会缩短许多吧 一个人需要几年 两个人呢 三个人呢 甚至更多的人呢 人多力量大 一个人一次 可能挪动一毫米 三个人 也许就可以挪动十毫米 而不是三毫米 真要集合多人之力 也许我可以三五个月 封闭门户 一旦三交之门封闭 我精确合一瞬间的事 精神力再巨鲜 那我瞬间就可以达到七匹 精神力再酝氧一段时间 甚至就是八匹 又或者 我走万道合一的路 不行不行 我可不想死得那么快 我有系统 精神力增加会很快的 不用学历老头 此时此刻 方平思绪万千 他在考虑 王金阳这些人 值不值得相信 一般的事 方平告知了也无所谓 就冲老王上次舍命救自己 方平还真没什么好隐瞒的 可这种事 方平眼神闪烁 心中难难道 其实我不是怕告诉现在的他们 而是担心复苏后的他们 方平知道了自己顾虑所在 如果老王这些人不是强者复苏 他大概也没太大的顾虑 可怕就怕 这些人真要是强者复苏 复苏了以前的记忆 那就不好说了 如今的王金阳和李寒松这些人 方平其实还是相当信任的 秦凤卿这家伙 他天地之桥也变异了 力量相当强悍 不过这二货 老子担心他天地之桥 进入我三郊之门 抢劫老子 方平心里吐槽了一句 真的 他相信秦凤卿干得出来 这家伙天地之桥一进入 来个同归于尽的架势 抢劫自己的概率不低 到底要不要尝试一下 方平心中犹豫不决 这事的确让他有些为难 修炼加速的诱惑让他心动 不只是自己修炼加速 大家彼此相助 到了六品之后都可以加速 自己要是提前一步到了七品 甚至可以在他们进入六品后 邀请一些七品强者来帮助他们 比如吕凤柔 比如李老头 对了 李老头到底算极品 方平有些晕乎 说实话 他的确很难明确去说 李老头算极品武者 七品还是八品 方平 吕凤柔喊了一声 微微皱眉道 想什么呢 方平回神 压下心中的躁动 笑道 老师 想天南地窟的事呢 跟你无关 这次你不许去 吕凤柔宁没道 这次地窟一开 会爆发大规模的高品之战 你虽然踏入了六品 可还差了点 现在 天南那边已经开始做撤离安排 真到了地窟开启的时候 除了高品武者 高品之下都不会停留 这次 天南也做好了被人冲出来的准备 如今 天南已经开始做大规模的人员撤离了 对外的宣传是 宗师强者感受到了地洞的波动 也许很快会爆发地洞 两年前 天南就做过一次撤离 事后也的确发生了大范围的地洞 这次 政府一宣传 民众也很配合 毕竟 宗师强者在他们眼中 无所不能 飞天遁地 说有地洞 那时有八九会有 也没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方品笑道 我当然不会傻到 第一时间杀过去和高品战斗 我是想着 等稍微平复下来了 我再去 见吕凤柔还要再说 方品轻声道 这次其实不是为了资源而去 是为了还人情 我欠王金阳的人情不小 之前除夕一战 他五品初段 帮我挡住了六品巅峰舞者 老师 舞者都是知恩图报的 我答应了他 一起去天南找他老师 既然答应了 我就不会实验 所以 天南我是必须要去的 吕凤柔微微凝眉 半晌才到 那也要等地窟平息下来 另外 张青南生还的概率极低 或者说 几乎没可能 不是几天 现在距离上次封闭 快要两年了 这么长时间 七品五者 都难以生存下去 说到这儿 吕凤柔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自己父亲消失也有两年了 还活着吗 没多想这些 吕凤柔继续道 这次王金阳下地窟 主要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你真要下去 不要以找人为第一目标 关键还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主 明白 方平点头马上道 对了 这次魔物这边 哪些人过去 您过去吗 嗯 吴奎山 唐狮子和我 一起过去 说着吕凤柔哼道 哼 流失很多生命力吗 吕凤柔面色凝重 点头道 嗯 这么说吧 虽然不知道八品五者 到底能活多少年 可按照我们的推测 实际上 八品五者对自己能活多久 大致上还是有数的 多了不敢说 三百年 那是死不了的 李长生现在的生命流失速度 比一般的八品 快了三十倍不止 一旦战斗 他的生命力流失速度 起码是正常八品的百倍千倍 一场战斗下来 可能会流失数十年的生命力 真要全力战斗个十次八次 也许 就要提前衰老 面临死亡 就没办法终止这种生命力的流失吗 没 起码目前我们不知道 毕竟万道合一只是古籍上的记载 也是说得不清不楚 不过吴奎山之前没说错 生命精华 是可以补充这种流失的 说着 吕凤柔看向方平道 说这个 不是让你去盗取生命精华 而是告诉你 别去 你要是弄到了生命精华 先不说自己安全 有了这些 李长生就没了顾忌 这老东西 恨不得马上斩杀几个八品 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给他 哼 那是真的浪费了 李老师真能斩八品 能 吕凤柔顿了顿 轻声道 绝对可以 这几天 他在适应 他的气血很强 当初 他吞服了太多的生命精华 气血之力暴涨 堪比八品巅峰的气血之力 接近十万的大官 他说他全力以赴 爆发万轮的天地之力 那是吹牛的 可他全力之下 爆发出两三千轮的天地之力 还是有希望的 吴奎山手持准九品的神兵 爆发力未必比得上他 吴奎山斩杀一些八品巅者 只要对方没神兵 颅骨淬炼数量不多 斩杀起来也很轻松 他可以 那李长生就可以 李老师有神兵的话 可以孕养吗 给他一柄九柄神兵长剑 是不是可以更强大 吕凤柔再次等 他是可以用神兵的 现在的他 自身就是三郊之门 以身养剑 不过 最好别给他神兵 发挥的威力越大 生命流逝的越快 真要给了他九品神兵 他就赶去找九品厮杀 到了那时候 一场战斗结束 他就算杀了对方 刺激也耗死了 方平瞳孔一缩 小声道 李老师有九品神兵 还真能杀了九品啊 看对方实力 我指的是那种最弱的九品 没神兵 实力也一般的那种 他手持九品神兵 杀了对方的概率不低 好强啊 方平深吸一口气 一个万道合一 直接让李老头 真的问鼎八品第一了 要知道 乌奎山全球八品第二 也未必可以击杀弱九品 击败 那是有戏的 吕凤柔美好气道 拿生命换战斗 是强 可这种一次性消耗 再强有什么用 给他就是浪费了 不过 吕凤柔说着 轻叹道 这其实也是天才才有的手段 我们这些人 想要都不行 要不然 真要普及开 一批老宗师 恐怕都巴不得 拿生命来换战力 万道合一无法普及 若不是如此 之前那些复死的宗师 早就干了 这些宗师 对这种古籍记载的 只是知言片语的万道合一 记忆清晰 就在于这点 其实之前 也有八品老宗师尝试过的 可惜不行 万道合一 只能在精神力 刚具现的阶段进行 方平 方平怀疑自己都不行 他精神力可能会提前具现 而今生 却是未必能达到标准 和吕凤柔聊了一阵 方平从八号别墅走出 走出别墅的时候 方平再次想到了 合伙封门的事 唉 到底要不要说啊 好纠结啊 方平叹息 也许 可以先找老王试试 如果真有效果 效果还不错的话 再考虑 要不要拉其他人入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